你不給六四 其實六四都會陷上你 你以為六四跟自己無關 但有很多人不成為害怕 因為要記事 因為要記鬼 他們要更加更加留棄著 這四個數字 八九六四 我們需要做的 就算是連一項 我們希望做到的 就是守護著我們的記憶 因為這一場的戰爭可能非常犯罪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戰績 但如何 我們會將這個記憶一代一代的存在 有很多身體記憶的人 燈煙已經不能在世 有很多家屬 因為六四不離難的燈煙 結果可能不能夠繼續互相等待平反的一日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代他們把記憶守護下去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每一項都在這裡繼續說一句話 因為我們相信 歷史去到最後 我們能夠正確的方式發展 因為我們相信 去到最後 正義的一方 是會在歷史裏面得到勝利 郭文長 今次支持平反六四 我們每一年 我們都會繼續支持平反六四 我們能夠支持真正式 恭喜 今天郭文長 今年 第一 mówią 主席首席íve枕職員 為爭取民主改革,在天安屋廣場和國集會 但是89年的5月4號,北京政府出動解鋪骨、坦克 向守無遷跌的北京市民托沙、撒彈、鎮壓 就造成了越洗天安屋的收場,令到學外告終 主席六四屠城對我們香港人,特別是當時面前主權而加的香港人 是帶有了非常非常深遠的影響 有香港人因為恐懼、北京的暴跡而移民 有香港人也因為六四的屠城,是燃起了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沒有六四的屠城,沒有天安屋事件 我自己本身的公平不會改變我自己的姿勢 在床職 近年六四,香港人對六四的記憶 就被北京政權透過種族不同的方法、手段 嘗試在他洗茶 所以近年有部份年輕一代香港人就不問了 就說究竟平板六四代香港人是否已經殺虛了意義 是否重複 但我想去這些年輕人講講 看一看我們當下的香港 上個月大陸一個屠城為拜閘的密碼上面 換上了八九六四 這個密碼就被個別的存戶後疏 就要再改 管理處最終就為了避免政治敏感 所以就更換了 我們看下當下的香港 今時今日的香港其實已經是經歷著 人人自我搜查 確保政治正確的專權的時落 今年退任了港澳辦主任的黃光霸佑 走出來的香港人的事務指指點點 就聲稱說 其中一黨專政的口號 但是香港亦都是違反憲法 然後就參選要被DQ 我們看到北京政權 中共政權 正是對我們香港的事務 一步一步這樣侵蝕 六四對我們香港人的意義 其實不只是鬥戀 是因為堅守六四背後 所外表爭取民主自由抵抗專權的精神 主席 在港澳辦公室的經濟 假期 2017年公布的初衷中史佬程修令 過關的諮詢稿裏面 存口不提香港的六七暴動 跟北京的六四大逃殺的內容 今年評審歷史惡本領事 又再將多項香港的集議為重的內容 是評為措施不克當 包括了香港民意中國行方 香港堅持收穫香港主權 中國堅持收穫香港主權 中共一黨專政 全部都要修改 特區政府就是一步一步會合 北京政府就修改了我們年輕一代選中的歷史 自我審查就是由政府大力同家 這就是專欠時代對我們香港民主自由最大的威嚴 所以當我們繼續堅持要平反六四 不是只是為中國的民主出力 是對我們香港人自身的提醒 我們現在享有的自由 是比起1989年的時候是急劇補退 如果我們香港人都沉默的話 如果我們自己都集會為常 如果我們都死心的話 傷害的不單是六四的歷史教軍的威嚴 是我們香港自己本身的民主農土 是更加難閒 所以現在面對有多項 在台一國國際的難閒 包括我們兩條國國法 古時擔擔的二十三條合法 北京已經對香港的事務 是事務的難度是干擾 我們根本就沒有原地去討論 叫不叫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 對香港人有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專制的政府 這個不民主的政權 這個極權 已經殺到我們香港人 埋身了 我們不能夠六善其身 去悼念六四對香港人的意義 是拒絕為我 堅持民主的一個演奏 現在我們再看看 近日香港記者在大陸採訪時 被報警的粗暴干預 特區政府外的特首 禁藥行善 喊一聲譴責的問題 在我們香港人 有些記者在四川港維當時 被橋莊澳百姓的村官打 勞生不同的攝影師 採訪為律師當時 被公安插警 又要簽這個的道歉書 那我們要問 為什麼我們的香港記者 還要以身反應 北上去大陸採訪呢 我想 我相信 同一位記者都會說 因為我們要對新的事實的追求 對真相的追求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真與重之的核心價值 主席允布朗沛爾皇帝長 北主樓下的遺商樓下 黃曉波的遺商樓下 到現在都被中共 政府無理地長期軟入 蠻嚴推翻 甚至乎產生過 以色抗爭的面容 所以我們香港人 是要珍惜 卡維爾 口中港的無權者 的權力 拒絕方言 堅持真相 守護良知 這個才是對抗專權政府 最強而有力的武器 所以主席 支援本的綱領 釋放民國人士 無謀獨四 平反八九行運 追求屠成責任 建築一港專政 堅持民主中國 這些根本已經 早已成為了 香港本土意識的一部份 所以我緊張致辭 是支持 陳總統議員提出的 法國民民的主旨就是要反觀 反腐敗 當時的學生 對民主自由 法治的訴求 其實都是很有限度 很卑微的要求 也不是說 這些不卑微的要求 也都是國家的案發上面 是聲稱的 是屬於人民的權利 但是最終 就是以屠城作建 六四的案 亦成為中國共產黨 在管治上面 揮之不去的 醜裸的行為 所以你會見到 它是千方百計 用盡各種的方法 希望人民 忘記這一段的決案 六四的香港人的意義 是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 在一港專政的旗次之下 共產黨為了它的專權 為了它的政權 是在做一些任何事情 包括屠殺 首無寸之的學生 六四亦都令到香港人憂慮 擔憂回歸之後 我們能不能夠維持自由 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所以 六四亦都令到香港人明白到 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 我們更加需要爭取民主 更加需要守護一代兩制 但是當然 在不回歸之下的日子 大家會見到 爭取民主的道路 越走越遠 守護一國兩制的工作 越來越艱難 在一個艱難的日子裏面 每年我也透過燭光的萬匯 是為死難者的情報 是暴戀 也是為死難者的家屬 去帶來一些人民 會有忘記的祝福 去令到我們爭取民主的訴求 能夠得以嚴重 也都是為我們香港 在一國兩制的歧視下 能夠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 作為我們在一個訓練之下的工作 有人說 過去九月十九年 大家 牽牽牙 牽採一項專政 最後造成責任 建設民主中國 於我無關 但是當你見到這些說話 一路一路成為語言的禁區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因為我們能夠 是保守著我們的記憶 記住共產黨的劣聲 和它的殘暴的一面 正正就是會令到 我們有未來的希望 也都是為死難者 和愛斯蘭社的家屬 是帶來人民會有忘記的一個追思 這一個我覺得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提起的補充 亦都是應對專制的政權下 作為一個手無寸臉的人民 平民百姓 我們一定要捍衛的一個武器 因為 如果我們這個武器都丟下的話 專權的共產黨 更加要羨慕忌憚 習近平經常都說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 這個中國夢 如果按照現在的路徑 就只是建設在 一個強不自由淺的角度裡面 民主 自由 人權 這些人的基本權利 是會被促之高過的 所以 我們這一年的六四 就是祝方道義萬會 其實都是要警告習近平 整容共產黨 就是說 就算國家的經濟是如何強大 但是 其實 在有人的中國地方 追求民主 自由 是不會因為這些經濟的發展 這些眼前的利益 是就這樣被放棄的 事實上 六四的屠城 鄧小平也有說過 他說 他說 在他的眼中 在維護共產黨的專權裡面 是一個不可以避開的環節 但是這個環節 不可以避開 但是我們認為 他必須要去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 他真是 用坦克車 用特朗打 是 對手無寸切的 學生 中國人們 去展開一個 血腥的圖繩 而這個圖繩 一天 共產黨 是不願意 去認真 面對這個歷史的話 人民也是不會忘記 共產黨 在全面打敗國民黨之前 其實 經常都是一種語言的藝術 他表達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才有民主可以 事實上 作為民主派 我們在這麼多年來 追求要 在香港 有一個民主制度 要對 《基本法》第四十五和十八點 去令我們有 真正 普選的行政將會 普選的立法會 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 有一個民主制度 能夠確保 香港西洋的分架 是特意 特意保有 而一個民主的制度 也是必見地 不可能存在一黨專政 因此 在六四討成的萬常 當我們在維園 捕捉中國 捕捉 建創黨專政 追求徒成責任 建設民主了中國的時候 其實這一個人 都是我們 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 每一個香港人的夢想 因為我們 準本 民主路是很遙遠 但是這個民主路 是一個很小的 是浪潮 人人都應該是不度享有 這個好好的方法是浪潮 在香港 我們固然是有個夢想實現 亦都希望有一天 在中國大地上面的 中國人民都可以享受 民主自由的可貴 不想回憶 未敢忘記的情緒 每一面都是要依靠著 大家可以去這個維園 建築窩間 是特別是建築 而這一個建築 亦都是插在共產黨身上 一枝最尖銳的石 我們唯有通過這個行為 是要令共產黨 不能夠 是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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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成 周恩來當時在1940年3月15日 建國之前 在延安國界 在紀念孫中山先生 世事事航九 生意的大會上 發表了一個題為 人品 真有法言人的國家 和真能國的說話 周恩來先生 剛才這樣說的 我們認為 用十個憲證 最適合憲證的 千萬條件 我們認為 最重要的千萬條件 有三個 第一 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 第二 是開放黨家 第三 是十分地方自主 人民的自由 為了很多 但是 目前全國人民 最迫切 需要的自由 是 人身 居住的自由 是 集會 結寫的自由 是 言論 出版的自由 人民的住宅 人民的住宅 隨時可以受到非法搜查 人民的身體 隨時可以被非法逮捕 被悲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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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讓悲謀 被悲謀 被悲謀 為悲謀 這樣 會是 可能 變政 發表主張的成果 這句話 並非出自一觀 中共黨員的口中 而是 中國 建國 最重要的 領導人 周一來 總理 其實在看見國之後的歷史 或者在59年前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訴求 反腐敗、反專權、追求民主、平等 這些價值 其實到現在 一點都已經沒有了 如果今時今日 無論在香港或者在外地 如果有人提出政治改革 又製造買入更不主要幫助發展 在香港的維反基本法 在外地 就會可能被扣上反抗、反革的追求 小側就 但你又不知所謂大生一生 都可能得到 但是對任何國家的人民而言 對他們的個人自由和權力最大的保障 其實並非一些外置領導人的說話 或者一些口頭的承諾 而是政治制度上 體驗得對政府權力的制約 和對公民權力的尊重 建國那麼多年 六四之後都有29年 29年是30年差不多 很可惜 中國在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毫無寸進 當然經濟我們看到有一個非常大的成就 但是當然這個經濟成就 是在很多的外界面移出了 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公民權利 甚至是環保等等 但是當我看回在建國之前 1944年 周恩來先生 在建國之前 對人民的公開承諾 到今天 2018年的時候 在建國之後仍然不思紅 未有對見 實際 難以來我申請的情況 也都是非常自己區別 堅持平反六四 其實是兩個重要的歷史 而首先就是要展示 香港人 注重歷史 尊重歷史 當年是天堂門往場的學生 市民 聲援他們的各地 各國的市民 運動的參與者 我們絕對要還他們的公共 堅持平反六四 第二個歷史二 就是要向前方 要認識歷史 是尊重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應對美國的挑戰 我們必須要警惕 一個政權 一個政府 一個政府 在缺乏權力制衡之下 是可以肆意使用他們的權力 不是人民經濟的自由權力 而當領導者的意志 有一個方面 整個先政的方向 整個民生 整個制度 都會蠢次改變 我們看一下 在當時代 港國三國外兵制 胡錦濤 中學發展官 民政立的政權 政府亦都不会随之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主席 我每一年 我有生之年都会支持这个动议 平反六四 林卓廷议员 主席 当我加入立法会 我就决定在我办公室的玻璃窗前挂起四只大字 平反六四 我轮房的尹兆坚议员 看到我四只大字 就叫我照板煮碗 帮他另外做四只大字 于是我就为他挂上 结束专政 我们的窗 今天是遥望香港解放军总部 天马南基地 我们希望解放军招职面对着自己的恶行 让他们听到中国同胞的心声 主席 六四屠城 令我见证到中国共产党的残暴 为了维护政权 不惜动用机关枪 屠杀人民 用坦克车 将人民压成欲仗 六四屠城 令我见证人性的光辉 为了民主自由 廉洁 不惜牺牲自由生命 很多年轻人就这样子弹穿过他的身躯 不少的民运人士坚持信念 长期被囚 被弱 甚至被杀 好像已故的李旺阳先生 直至去临终的一刻 仍然坚持理念 六四屠城 也令我见证人性的丑恶 为了权力 名为 利益 可以不分是非 颠倒黑白 无视史实 无视自己在六四屠城之前的立场 如何支持学生 如何支持民运 最令人不耻的 是主席 贵党民建联前主席 谭耀宗 当日公开谴责共产党的暴行 今天居然说 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的人 是不能参选 主席 很多市民跟我说 谭耀宗这类人 吻灭良知 对不起 我不想认同 我始终希望 人 是有基本良知的 只是因为权力 或者利益 而一时埋没 民建联的成员 今天 好像过往一样 在六四议案被席 选择沉默 我相信 因为他们内心清楚知道 六四屠城 是中国共产党犯下的历史暴行 所以不敢公开为中国共产党 这个污点去辩护 为这个血案去涂脂抹粉 他们又不敢为真理发声 于是埋没着良知 谁知一埋 就埋了近三十年 主席 我观察香港 回归二十年的沉淪状况 其实我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对人性的期望 过往我期望 人面对不义的时候 应该挺身而出 仗义执言 捍卫公义 但是近年 我见到太多人 尤其是位居高位的人 他们选择 为政权涂脂抹粉 颠倒黑白是非 为的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势 利益 名为 这些人 我们见得太多 所以民建联的成员 今天选择沉默 我觉得 他已经不是最差了 起码 他不敢公开为中国共产党辩护 我希望 所有 今天选择沉默的人 终有一天 可以良心发言 不用再埋没良知 主席 当谭耀宗警告 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人 不能参选之后 内子问我 香港 会不会真的走到这样一天 我跟他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中国共产党 连手无寸铁的人民 都可以屠杀 这样的暴行都做到出来 有什么做不出来 不过 我只知道 我枪前四个大字 平反六四 尹兆堅枪前四个大字 结束专政 是绝对不会放下 除非 支联会 几大纲领 平反八九民运 结束一党专政 追究屠城责任 建设民主 中国 都能够 否则 我们枪前八个大字 将会挂下去 直至 我们离开立法会的一天 本人谈此陈次 张宇仁議員 台主席 不经不觉六四事件 发生至今已达二十九年 每一年这个时候 立法会都会讨论相关的事件 而自后党也一言以往 继续就此項议案发言 和投票 重新我们的立场 六四事件是一场悲剧 相信每一位 爱国的中国人 都希望这类事件 永远不会再发生 虽然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对事件的画面历历在目 但大部分人也像我一样 至今仍然 对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以至最后如何演变成流血事件 仍然是一知半戒 事实上 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正言 说法 因为以讹传讹 或转述扭曲而存在很多的错流 矛盾和不实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 自由党深信这段历史 始终都会有一个功率 自由党认为我们应该 以历史为鉴 并且从错误中学习 及作为境界 更要指望将来才能到国家 不断进步和富强 从而不会辜负前人的努力 事上国家推出改革开放至今 在经济上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 并且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军事等领域屡创新职 令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向上 中国仍已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实体 根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内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高达82.7万亿元人民币 相等于13万亿元的美元 比2016年实际增长7.2% 并继续成为世界的第二个经济大国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举行的十九大会议后 就香港的发展提出重要的指示 即香港与内地加强科技合作 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为兼致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并着有关的部门迅速做好贯彻落实的工作 有罪推进两地相关的合作安排 另外习近平主席 近期亦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规划 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扩展新的就业和创业前景 而香港人在内地获得国民待遇的身份 相信亦指日可待 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发展已达到一个新台阶 所以香港亦必须具备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 重新审视六四事件 在近代中国发展中的定位和意义 自由党明白很多香港人 仍然把六四事件名记心中 这亦都是人的常情 但是国家现时所走的道路是正国和平坦 而且现时最重要是有稳定的政治 许智峰議員 多谢支持 多谢支持 六四事件 对很多人来说 包括对我来说 是一种啟蒙 亦都是一种良知的反应 亦都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表达 为何六四事件是一种啟蒙呢 很多人在六四事件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我们都会问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里面 失去性命的学生 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呢 民主理想 自由的价值 反贪腐官倒 这些价值 到今天 我们是争取到多少呢 我们在香港 争取民主价值 理想的人 以及当年 在天安门广场 牺牲了的学生 群众 我们的理想是一致 所以当年他们可以用性命去牺牲 我们正正就是 啟蒙了我们 在香港的 香港人 中国人 我们可以卫生 多少 在民主事业上面呢 我们 为 自由的价值 可以牺牲多少呢 六四都是一种良知的反应 良知 正正就是 在说的是非对错 我们香港的社会 敢不敢承认 六四屠城的确有发生过呢 开枪就是开枪 血腥屠城就是血腥屠城 事实摆在眼前 如果我们连这些已经发生了的事实 我们都不敢承认 我们 不只是 做议员的 资格 我觉得都没有 我觉得是 愧对自己的良知 愧对自己的人格 愧对成为一个人 所以 承认六四事件 是我们 从政的人 的良知 和道德的底线 如果今天 还有建制派的议员 或者是其他建制派的人士 都还敢站起来说 六四没有死过的人 六四没有血腥屠城 我觉得是愧对作为一个人 最根本 最根本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 所以 六四事件 也是一种 是价值观 当然 也有很多人都说 向前看 发生了就发生了 我们 最重要是未来 不会再发生的 过去的那些就算了 每年六四都很多人说这些 但是 当然 时间 会令到 有很多人的疫情 减退了 当然 时间 令到 有些人 富起来 刚才自由党就说 经济 怎样 有举世觸目的成就 经济是怎样增长 但是 当我们在说良知 当我们在说 是非对错的 价值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 过了去二十多三十年 经济增长之后 我们的良知就要吻灭呢 是不是当年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里面所受到的伤痛 就会过去呢 当然 有些人会麻木 更加有些人选择去麻痹自己 但是我觉得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在心里面的伤痛 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的良知呢 是依然去存在 依然会继续下去 所以六四事件 告诉我们 一个社会的成就 一个国家的成就 往往不只是在看 成败 得失 如果连是非对错都搞不定 都搞不清 我们一个国家 不可能再是前进 不可能是再发展下去 而我们也都 香港人 不可能再相信 一个杀了人 但是都没有承认事实的政权 怎样可以继续管治 是我们香港人呢 六四事件的意义更加在于 在六四事件出现之后的 是维权人士 由天安门母亲开始 到是之后的维权人士 维权的律师 被逮捕 被拘留 下落不明 监视居住 远禁 强迫失踪 限制出境 强制约谈 抄家 全部都是不断发生着 这二十多年来 究竟国家 究竟内地 在这些维权人士的事件里面 有没有进步过呢 煽动颠覆 颠覆国家政权罪 尋印之事罪 擾乱法庭 秩序 等等 不断 在香港人 看在眼内 如果六四事件 我们不是要继续 争取平反 这些维权人士 就会继续 尋冤 这些维权人士更加没有 任何人帮他们发声 六四事件 每年的维园的烛光晚会 六四的纪念馆 是很多内地人 是会专程来到香港 尋求事实的真相 的一个地方 所以香港人更加有责任 为了给更加多的内地的人 是人知道事件的真相 香港人是应该坚持 武漫六四事件 平反八九民运 我们依然会继续叫喊口号 结束一档专政 我们依然会说建设民主中国 我呼吁香港人 记住这份伤痛 继续用我们这份悲痛 成为我们未来争取民主的力量 谢谢 谢伟全議员 谢伟全議员 多谢主席 主席 翻查记录 上一届立法会每逢 讨论六四这个议案 我都有发现的 今年也不例外 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其中包括我想我和不少香港的市民 都有同感 认为六四这个事件 是一件极不幸的事件 也都深信历史将会对它有一个更全面 更公允的评价 当年触犯八九学运初冲 其中主要的也都包括 反贪污 反官党 要求中央政府打贪腐 众所周知 国家要成功发展 一个廉洁奉公 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缺的 贪腐的政府不但会严重地损害 社会人民的福祉 国家的发展 也都会阻碍重重 在廉洁度方面 国家是有不断改善 根据国际反贪污组织 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每年发表的廉洁指数显示 内地的排名也都不断攀升 至今年初公布 在2017年排名是77位 然而我认为 内地的连接度 也都有不少改善的空间 我注意到 中国政府也都深明有关的道理 在过去多年 都坚持肃贪窗帘 推崇廉洁奉公的政府 国家级的党政军官等等 因为贪腐落马 也都受到懲处的 遗数也都不少 国家在反贪腐的决心 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 政府也都大力地推动 经济改革和发展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 第二的大的经济体系 国内生产的总值GDP 每年都有可观的增长 主席 打击贪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必须持之以行 不要让任何贪腐的种子值根 我眼见国家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在打击贪腐的问题之上 无论职位高低 都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我相信 肃贪窗帘将会继续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期望 廉洁的社会 亦都是香港的核生价值 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 连结束使国家富强 亦可以令到香港同步前进 经济继续发展 令到社会繁明昌盛 令到香港有更好的未来 主席 本人仅此陈时 邵家俊议员 主席 面对六四 面对历史 我邵家俊选的是什么 我今天玩了天安门母亲的一篇文章 叫做《这是一个希望》 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作为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当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至今 已进入第二十九个年头 昨日统领着中国的四代领导人至今 也已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出任 但是 二十九年来令世人触目 连年都会提上桌面的八九六四问题 却在漫长的岁月里 被一届又一届领导人牢牢地压住 他不作公开的交代 今天 新的一代领导人上任了 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 天安门母亲 一致要求他们能彌補以往领导人的错失 果敢地作出经过经历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去年十二月 习近平先生在深圳、广州 视察时的讲话中 谈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苏联为什么会跨台 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念信念动摇了 由此丢失了苏联的军队和专政工具 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言一句话 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 旁大的一个党 竟无一人是蓝宜 没有人出来抗争 他在这个讲话中 没有提及到中国的六四 但六四问题 却呼之欲出 一次是中国的六四 一次是苏联的八一九 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相隔不过两年 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 中国的六四镇压究竟是经验 还是教训 他们不会不想到 而我们这些六四 最惨过的受害者更不会不想到 事实上 当年苏联东欧巨变 即是引六四屠杀为界 一个靠机枪坦克维活的政权 是不能持久的 那么 当年中国的蓝宜在哪里呢 他们却不是调集军队实行血腥震压的邓小平李鹏 而恰恰是因为反对调集军队震压而被邓小平李鹏 以及他们的后继者 禁锢了终了十五年 不屈服 不检讨 然后默默地离开这世界的赵子弱 是当年在六四屠杀现场的死人堆壤 一次又一次地 抢救伤患 最后被子弹击中头部 死去的北依应界毕业生王慧平 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伤患用门板抬进医院 最后自己却被别人抬进医院 停止了呼吸的北京工人刘鳳根 是为了救护同伴相腿被坦克剪吊后 苦苦挣扎求生存 最后被逼去割的北京体院应界毕业生方正 他们才是中国的好难而 在六四惨案中他们可歌可忆 是死如归 又何止于那区区少数几个人呢 这群中华儿女有自信不自妥 是否曾经前仆后继地抗争过 不过总是被摧折被抹杀 最后消失于茫茫的黑暗中 在以往的半个世纪里 有不少优秀的青年 藏年 男人和女人 默默地倒饿在血泊中 告别了生他们 養他们的这片土地 就是一场场一幕幕的死亡 血污吸中华民族 留下了永不消退的阴影 中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难道总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吗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 总有一些过于自负的当政者 他们始终相信 有枪有炮 有坦克 就夸不了 他们始终相信 有权有势 有钱就赌不了 他们始终不相信 公道自在人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 失人心者失天下 他们也始终不相信 气数尽 一切戒干净 六四至今 已经快二十九个年头了 人们痛定思痛 尋下心来 思税 变得心碎 理性 时至今日 中国必须二无反顾地 进行政治改革 但这缺非坚持一党专制下的改革 否则